岁末年终的时刻处处都充满了过节的气氛 曾获市府表扬的三重民俗文化协会 银法俱乐部社区陪伴站 和多个福伦社合作 准备了餐点以及礼品 送给近百位的长者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原本每年过年前戏 三重民俗文化协会 银法俱乐部社区陪伴站 都会举办共餐围炉的活动 今年虽然改为外带的形式 但是依然有多个福伦社一起参与赞助 因为我们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用了爱心的便当 这次爱心便当是我们志工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准备了 很多时间有用他们的用心 他们的爱心来做的便当 我们的志工 虽然说我们到二月会有开始 这个银法组开始有比较暂停 可是我们关怀跟访问电访 还有我们还是继续在做 还有送餐的活动 天气年快到了 天气去去去落落 大家要吃到百姓烧 来过这个好年 我们很感谢区长的帮忙 临时文化协会的志工妈妈 大家来到三天 煮这个好吃的东西 让我们吃到百姓烧 过那个好年 参种区长陈其震感谢协会 虽然因为防疫的关系 今年将共餐改为了外带 但是各界赞助的餐点 可一点也不马虎 包括了油饭 鸡腿 蔬菜 以及水果 要让长者吃得健康满足 G9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